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个技术到时候也很可能使不出来 你想要玩防身术吗 首先你要想学会怎么规避危险 怎么远离危险 怎么能够提前预知危险 那么有危险的地方我不去 这是最好的防身术 防身术并不是怎么动作 动作防身术都是次要的 你真的需要和一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其实这样已经很危险了 大家好 欢迎在我家和影子侦探机一起学习防身术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从正面抓头包 那么很多的时候 其实抓头包是从四面八方来的 所以我们要分几集讲一下 背面侧面和其他其他几种不同的发型 被抓到的效果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当对方背对着我的时候 我从这个地方去抓他头发 坦白讲 如果有人能够 你能够允许一个人 从后面这样抓住你的头发的话 就说明你这个人的警惕性是非常的低的 啪往下一蹬 就会出现什么效果 就会出现把你的人向下带的效果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我懂武术的话 我不会去抓他的头发往下带 因为有时候头发有汗 或者头发短 抓不住 我会直接从这儿搂住眉毛向下扒 那么人就会倒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当他从后面抓你的时候 当一个人从后面抓我的时候 我不可能像上一次那样 摁着他的手向下去折 因为你往下折 我就自己就躺在地下了 我又不可能往前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往下收肘的这个劲儿是很大的 所以我要一样的 用双手摁住他的手 这样他就不会有这个起抓 他抓住我的头发 但是我摁在我自己头皮上 我就不是很疼 或者是我根本就不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当你其实 其实你一摸到自己的手的时候 他这个手的时候 你的手就能够感知到哪一侧 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 因为你能感知到大拇指 如果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常情况下 向外转 向这边转 比较安全 为什么 因为当我转过来之后 我远离他另外一只手 但是如果我反应不过来 因为积极成间 因为我反应不过来的话 我向底转 然后我手保护着自己 一直转下去 也是有一定效果 但是我更倾向于向外转 是吧 我就让感觉到别人在抓我的头发 我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下蹲 快坐 而且腿前后 然后向外去转 低头 挑起来 走向他 这手就被撅了 所以他的手在过程中是这样的 摁住他 我摁住了他 向外转 从这个姿势 他的手成相反 这样的姿势 当我再向上挑的时候 他的手是这样的 所以 但对方抓住我头 向下 向下转身 然后我贴紧他向上起 当你 让他开始撒手离开的时候 踢当 跑跑 这个是 从后面抓的头发 我们先讲前面抓的头发 现在我们讲后面抓的头发 我们过两集在讲 从侧面抓的头发 以及有辫子 还有就是戴帽子 这种其他种方法 然后我们再讲下面的 先从头发开始 现在 他听不到 我也听不到他 那当他位移的时候 我要算出来 地方 对方 可能 挪一的位置 那我怎么知道 他可能 我也没这样 因为他要 他要踢我 所以我要 算出来 这个距离在那里 可以 因为我知道 他要在哪儿 所以我必须知道 我的腿的弱点在哪儿